有时候我们会希望 就是一些年度好书的评选 跟年度十大畅销书的榜 有一点距离 为什么呢 因为畅销书意思就是说 大家都已经在买都已经在看 而且你到书店什么地方 他都很当然摆在那 而一些年度好书评选 有时候是希望表达出 某种的品位上的 或者理想上的追求 而这个追求呢 不一定是被所有的读者 被整个市场认同 但是呢 能够读书一致的 立出另一个标准来 就有点像一些电影 有些电影追求的是卖座 是票房很好 有的电影可能追求的是口碑 希望评论对他客气一点 那么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读书的评选活动呢 要跟这个市场 还是可能要有一点点距离 但是也有一些书是比较例外的 是好像大家都认可的 例如说我今天要给大家继续介绍的 凤华网读书频道办的这个 2011年度的好书评选里面 其中一本大家都很清楚了 这本书简直不用去介绍 就是史蒂夫乔布斯传 那这个乔布斯传一出啊 是全世界在热卖 我发现好多不同的地方的机场 各种语言的版本 他都摆在那 但是我必须很抱歉的说一声 到现在我还没看过这本书 一来我这人比较怪癖 就是一下子大家觉得最火热 最热闹的书 我宁愿贪冷一点点再看 等过了那股劲儿再说 那第二呢 就是我对名人传记书 尤其当代名人传记书呢 向来呢 没有那么浓厚的兴趣 有人可能是为了八卦 有人是可能为了是励志 但是我从来第一 我不太喜欢励志书 我不再需要别人鼓励我的志气了 那第二呢 就是这名人八卦 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我关心那些人做了什么 多于他有什么东西被隐藏起来 那不是对我来讲 不是太重要 关我什么事呢 对不对 那所以这本书 我到现在都还没读过 那据说写的还不错 但是能不能够进这个 十大年度好书评选的标准呢 因为我没看过 我也没资格去议论什么 但接下来这本书呢 我觉得就很值得注意 就是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他的作者熊培云 我过去曾经在这里介绍过他的作品 他也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呢 我在谈他的书的时候 好像会有点尴尬 但是我将来各位 不久的将来 我就会跟大家介绍 一个系列的书 这系列的书 就是有一些人 一些学者 他们纷纷的 从中国的某一两个农村村庄 作为一个样本 去谈今天的中国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中国 而这本书就是这类 近几年出现的 这类书籍里面的 其中一个表表者 那熊培云呢 他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 但是跑回家乡 这个农村去蹲点 去看一下 在这个村子里面 能够看到的 这个中国是什么样子 那么再来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呢 这本书呢 就是知中云自选集 知中云先生呢 在出这五本一套的 这个自选集 今年可以说是 他毕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作品 一个集结 几个月前 我很荣幸的去主持了 他这个新书的发布会 所以你看 我就有利益冲突 我怎么能够去做这种评选活动呢 难怪现在没人再找我干这事了 那说回这套书 这套选集里面呢 其实它包含的东西非常多 有的是他的一些散文 有的一些像游记 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啊 他过去曾经初始过国外 然后有的是他的一些的 学术上的一些见解 比如说他常年钻研美国 要不然他过去做社科院的 美国所所长 然后也有很多是他对于 知识分子的分析跟探讨 大家这么尊敬知中云先生 不只是因为他年高得少 雍容华贵 然后气质高呀 更重要的是他的见识 真是不凡 比如说大家去看看这武册的书啊 读读里面的文章 你就会发现 他有时候谈的话题 你好像以为耳熟能详 但是他能够那么清晰的 清醒的提出一个认识 而那个认识 往往是一针见血 一点就到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一种功力跟品质 那么再来一本书呢 这本书呢 就是去年很受注意 很多媒体都特别介绍过的 巡路中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作者是个美国人 我们知道向来啊 都有不少外国人会专门写书谈中国 但大部分大部分都是汉学家 或者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 那再有一部分的是什么呢 就是像这本书的作者一样 是一个外国媒体驻华的记者 那么有的是或者是前记者 那他们呢 凭着他们在中国生活 做媒体做采访的 第一手的这个现场经验 然后得出一些中国观察 去写成一些书 那么这类书呢 在过去几年的国际图书市场上 都很受欢迎 这自然是因为中国今天成为了 全球的新闻重点之一 大家都想看看中国到底在搞什么 是怎么回事 将来又该往何处去 那于是呢 很多这些驻华的记者 都纷纷出书 谈他们的中国经验 也都颇受注意 而这一本书 尤其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 其实在这本书之前 我就已经读过 他写的另一本甲骨文了 我就注意到这个作者 他接下来 他写了大概三本书 谈中国 他都非常关注的是中国底层 跟很多驻华记者不一样 他去看的东西 他去写的东西 不一定是最高层的政治 要高层你也进不去 对不对 也不是一些成为新闻焦点的热点的人物 或事件 而是一些表面上看起来 无风无浪 浪潮底下的平静的底层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而这个《巡路中国》呢 是一个很多中国人看了都会觉得汉颜的一本书 什么意思 就一个老外 一个老美 来到中国 他对我们中国底层的这个理解 或者基层生活 日常生活的理解 好像比我们很多中国人自己还要深 尤其比很多中国作家还要深 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呢 那么希望有机会 我能够再仔细介绍这本书 再来一本书 这本书就很特别 很独特了 就是《辛亥革命时机史料汇编》 记不记得我去年跟大家在这里介绍了 一连串的讲辛亥革命的书 但是就没讲这本书 虽然这本书我也有翻阅 我不能说读完 太大了 四句册 这四句册呢 是什么呢 是个原始史料 这原始史料本来不是很好读 但是你如果有空 你买回去看 你会觉得很过瘾 这套书呢 原来呢 是依据台湾的台湾的所谓的国史馆 他们有套革命开国史文献 那是三本 那么杨天时先生来主编策划这套书之后呢 这本书现在在大陆版出的是四本 那这四本里面 多了一本呢 是一些舆论篇 你可以看到当年辛亥革命 要那个时间 中国各地的大众媒体报纸上的舆论是怎么样 哎呀 你去跟今天对比一下 你会觉得太好玩 太过瘾了 那最后这本书 寡人 是一本我没读过的书 他的作者阿姨呢 我曾经在这里跟大家介绍过 他的一些短篇的作品 那这本书也是他一个短篇小说集 看到这本书我就想起来啊 很奇怪 在过去一整年里面 有很多的港台文学热 那么这些热热到年底 好书评选的时候呢 几乎都不受这些评选的 评审们的法眼亲来 那另外一方面 很多大牌作家 像王安逸 像贾平挖 他们都出了很重要的作品 好像也没被怎么注意 而阿姨这位年轻作的 这本书我还没读过 那么大家似乎都觉得很好 也许我应该回去好好面壁反省 惭愧一番了